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众所周知,唐三是斗罗大陆的男主角,还是浩天斗罗唐浩的儿子 而他们一开始都生活在圣魂村里 在这个村子里,唐浩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天天喝酒买醉,没钱才会帮人打铁 而唐三基本都是在老杰克村长照看下长大 甚至到觉醒魂力,都是在老杰克的要求下去执行的 可以说没有老杰克,或许现在唐三和唐浩还生活在圣魂村 正是因为圣魂村有唐三以及唐浩 老杰克才走上了人生巅峰 当时的唐浩在村子里当铁匠,状态十分落魄 毕竟之前阿姨为了他与唐三献祭而死 老杰克算是一位非常负责的村长 时常叫到唐浩不要这般自甘堕落 苦了自己也怕对小唐三造成影响 另外当时的唐三是先天满魂力 只不过却有着被世人认为是废武魂的蓝银草 而老杰克却将村里为了可以上学的名额给予了唐三 他对唐三还是十分照顾的 并且老杰克亲自将唐三送去上学了 当着唐三还小,而唐浩则整日喝酒解愁 老杰克也经常帮着唐三一家 老杰克可以当着唐浩的面斥责他 那时候的唐浩已经是封号斗罗了 不过老杰克并不知道而已 如果知道的话,老杰克可能要下破胆 更别说还照顾唐三长大了 要知道后期唐三可是成为了斗罗大陆未免的双神奇 就连比比东也败在了他的手里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